随着俄罗斯疫情的发展 俄罗斯85个地区已经全部转入了高警戒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学校已经全面的关停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莫斯科的一家中区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现在是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连锁健身房 那么我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已经关闭了 那么根据莫斯科的相关的命令 莫斯科现在所有的健身房 游泳池和体育文化公园都已经关闭了 这上面就写的是我们已经关闭了 那么什么时候开放呢 就要再等临时的命令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莫斯科系列没接握机场 23日俄罗斯暂停了往返其他国家的航班 只有首都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首都 或者大城市的航班例外 所以这里还可以看到国际航班起落 但是呢在候机厅这里的人也是非常少 而在以前这里的人流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里是呢 这家超市销售卫生纸的区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货架上呢 货呢还剩了不少 那么几天前呢 这一排的货架已经全部是空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货呢 依然比较强省 但是呢 商界的补货呢 也还是比较及时的 没有出现几日前的货架整体消失一空的情况